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经访问过很多我们华裔的风云人物 有这个口袋里带着十块美金就来的 然后来了以后也不知道该如何生活的 最后也成为很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也有可能就是两个皮箱来的 那他们也不知道来美国该做些什么事情 那可能有的是衣卿 有的是来读书 也自己非常茫然 现在也都非常的成功 那么你们的例子是还好 不是一个人来 是两个人一起来 还好至少有个伴 但是呢 对啊 相依为命 那个时候才刚结婚二十天 然后来到这个美国 也是第一次来吗 那时候踏上美国 举目无情 举目无情 没有一个群人 我们谈一谈在中间 说可能有很多这个危险情况发生 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是1976年 那先到Arizona 你知道Arizona很热嘛 在Phoenix 它那边大概是105度 那三个月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转学到Washington State去 就在Spokane 那Spokane那个地方呢 那五月份的时候还下大学 五月还下学 是是是 我们两个人呢 因为很穷嘛 所以只能够搭Greyhunt 就是挥狗巴士 坐很久 坐很久 坐36个小时 我只记得呢 坐得牙齿都软了 什么叫牙齿都软了 真的 就是坐得这么久 这么辛苦 哇 but我们从这个 亚里桑那州出发的时候呢 105度 所以是穿着很薄的一件衬衫 等到到达了这个Spokane的时候呢 下大学 对 半夜的三点钟 哇 最冷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 半夜三点钟 然后又是一个这个 就是冰天雪地 没有任何人 了无人机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外面在下大学 两个人就被 那个司机放下去 就放下来 然后我们就两个人 真的举目无亲 然后冻得要命 你想想看 半夜 然后下大学 我想 穿了一件薄衬衫 穿了一件夏天的薄衬衫 那他只好赶快跑 赶快跑 跑了很远很远的路 他说那边好像有灯光 还好有一家是卖Donut的店 他们是晚上 24小时要营业的 他就去敲门 然后人家就从那个小洞里面开 还以为抢匪来了 又是一个东方人 那个时候也很少 很少嘛 1976年 根本没有东方人 等了好久 他们才想说 大概还不是太坏的人 所以才把门打开 然后我还站在很远的地方 就拼命地跑 就是因为跑路呢 还有一点力气 可是又动得不得了 真的是 可不跑真的是很动 就真的是觉得 快要昏死在路上 还好那家人收留了我们 在那边给了我们一杯咖啡喝 热咖啡 一杯热咖啡 那时候真的是天下最美的美食了 太感恩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 他还偷偷地打电话给警察局 我们这里有两个 学校的警察局 我们有两个流浪的学生 所以那时候 你们是已经要转到这个学校来 然后呢 这个也 等于说是在路中间 又还没有到了学校 就这样流落在外面 然后从此又开始你们的留学生涯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后来是在读完书才来加州的吗 那因为我们从Arizona 到了华盛顿州去 那念了一个学期之后呢 因为每年他回念书 他的成绩比我好很多 所以又得了一个 在德州的大学 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奖学金 哇 又继续读 所以我们就想 因为那个时候 每一块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想那边奖学金比较多啊 所以那我们就搬吧 再去吧 所以我们又从最北端的 华盛顿州的Spokane 一般搬到达拉斯去 那又很热了 这样 然后我们就沿途开车 不过那一趟很好 我们就买了一部破车 四百多块美金买了 那就沿途就开一部破车 那我们沿途完 也去享受一下真正美国的风光 美国的这个文化是什么 所以我们从华盛顿州一直开回 那到San Francisco 也到洛杉矶 当然最近上玩得很愉快啦 渔人马都去了 让我们见识美国嘛 到洛杉矶去迪士尼乐园 还有去Studio 然后再转经过New Mexico Arizona 再回去到德州 那我们再去那边上学 我们在那边哪儿学位 去1月78年的时候 那后来你们就是开始 毕业之后做生意是不是 还是说有先去上一阵子班 还是说 可是我相信你们学的 应该跟汽车工业也没有关系吧 事实上是 1978年我们念完书了之后 我们就回台湾去了 因为我们从台湾来 我们从离开台湾的时候 就已经在台湾也已经工作了 所以我们两个是留职庭兴出来 每年是在动物大学教书 我是在台湾的经济部国贸局做事 所以我们就留职庭兴出来 念完书的时候我们就回去了 回台湾去 再去工作了四年 将近四年 81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再出来 所以出来的时候就 再念书 可就留下来定局了 就变成美国人了 就变成美国人 然后那这个事业呢 这个做轮圈事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听说你们刚开始也是一张桌子 一支电话是不是 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跟汽车工业有关的 81年来的时候呢 我们是因为已经在台湾工作一小段时间嘛 所以我们带了几千块美金出来 那因为那时候在台湾的工资还是很便宜啊 那时候四四块台币抵一块美金嘛 对对那时候很高 对所以带出来钱 几千块钱对我们来说已经蛮大的数字了 来之后就买了一部车 车部去花光了 然后缴了学费就没有钱了 所以我就跟美人说算了 我就去找个工作吧 那预期找个工作我想干脆我就做个小生意算成 我自己创造自己一个职业 所以从那边开始我们就经历了不同的 试了不同的行业 那做过所谓的风浪板 叫Sailboard 我在兜售风浪板的时候 人家看我把那个风浪板带一个帆 叫Sailboard 放在车上的时候 人家想 你的生活真好过耶 你天天都到海边去玩 每天都在海边去玩 事实上我每天扛那个东西到山寸 在兜售 我后来最后再做了一个 另外一个叫运动器材 也是那时候网球还蛮兴盛的嘛 1981年82年的时候 所以我去尝试做网球的东西 Racket 但后来也觉得网球这种东西 一定要名牌才有办法做 否则就很难做 所以我们就后来想说 那汽车好像是行业呢 这个行业应该这么多嘛 那因为台湾在汽车零配件上面 也比较发达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朋友 也在做这个生意 我们就想要 那我来尝试这个事情 就这样跌跌撞撞 一路打来 就走上了这些汽车零配件行业 那是在82年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事情